第二个 官司的看法 各位官司 其实因为我有学生 我有学生是律师 那律师来讲他是一个蛮特殊的职业 所以 他的客人是怎样 为什么要去找律师 一定要跟人家打官司嘛 对不对 因为律师就是专门帮人家打官司的 所以 假如从律师的角度看官司 他会发现到一件事 所有的食神都可以打官司 所有的食神都可以打官司 因为他来的客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他的八字拿出来 什么样的 为了钱打官司 为了婚姻打官司 为了孩子打官司 为了亲朋好友也在打官司 所以 在命理来讲 以律师的角度 他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打官司 但是以我们命理师 因为我们命理师 并不是打官司的专家 所以命理师在看官司 他就会比较简化 你不用像律师这样子 要看他是什么原因去打 但是在八字里面 我们官司要看的 就是什么 我们官司要看的 就是看官杀 我们官司要看的 就是看官杀 那来说 看官杀 在座的各位 你假如遇到官司 你认为好事还是不好事 你碰到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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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好事还是不好的事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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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看ACM不爽 我要告他 AC 你会认为 来呀来呀 老师 你告我 我好爽喔 你会这样吗 我要告吴尾雄 吴尾雄说 来呀来呀 我好爽喔 是这样 为什么告吴尾雄 干嘛长得这么丑 还出来 污染环境 让环境恶化 这个 不告他才有鬼 真是的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被告 很糟糕 所以官杀 就是代表 你被告的这个主体 那他是不好的 我们就要怎样 就把他咔嚓掉 对不对 把吴尾雄咔嚓掉 每次都说没有小鸡鸡 把他咔嚓掉 他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 他假如 还在提告 打官司的这个期间 他还在打官司的这个期间 他假如是出现的是这个 食神客官 那这个是把不好的干掉 那他就有可能会胜利 不会有事 他会胜利 因为把不好的干掉 那假如他出现的是 官印相生 那这一种的 很多都是和解 没什么大碍 和解 那不然呢 就是什么 官克比肩 那官克比肩 是怎样 官克比肩是不是 跟人家的感情 就不好了 那这一种的通常 他就是赔钱 赔一点小钱 和解金 这样子而已 赔个和解金 算了算了算了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三个都不太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他假如是遇到日主受克 那这一种情况 那基本上都是输的 基本上都是输的 所以你在看官司的时候 你要特别去了解这一块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连律师都不知道 这个官司会打到什么时候 因为官司不是今天打明天就结束了 没有 他一打都打很久 所以这一种情况 是要看他 宣判 判决的时间 AHN 你假如问我财生官 那你对五行派完全不了解 了不了解 你完全不了解 五行 慈神的一个流通现象 所以你问了我一个笨蛋问题 好 判决的时间 他的判决时间 假如是这一种情况 那基本上没有问题 假如他碰到这一个 就完蛋 所以要记得一件事 看的是判决的时间 看的是判决的时间 所以 各位 当你知道了这一件事 这个是在打官司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这样子去判断 再来 他已经被宣判了 他已经被宣判了 他也输了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 赔钱的 不会来找你 你假如是那一种已经判决 赔多少钱的 他不会来找你 因为那个就是赔多少钱 但是他假如是要被抓进去关的 各位 这个他会紧张 他就会来问 那他的刑期 这时候要怎么去判断 各位 刑期 他要怎么去判断 赔钱就赔钱了 就赔钱嘛 他不会来问 这已经是结果了 他的刑期 可能判了 可能提前放出来 也有可能 这个 各位 要怎么看 看他日主 什么时候脱困 这是当中的一项 不是绝对 再来 硬伤的时间 这个问号 这个是问号 还有没有 看五尾熊 什么时候放假 五尾熊不是天天都躺平 没事干嘛 那不是很惨吗 原来是无期徒刑 好惨喔 无期徒刑 好 这时候 他假如是要问刑期的一种情况 各位 有两种的 判断法 第一种 刚刚神话讲的 他假如是日主授克 他假如是日主授克的这一种情况 就是看脱困 那我们刚刚讲 官杀 他代表的是刑期 官杀这时候代表的是刑期 所以 就是要把官杀 咔嚓咔嚓咔嚓 就像 五尾熊老师跟我讲 他没有小鸡鸡 没有小鸡鸡 还留着干什么 就把他咔嚓咔嚓咔嚓 这样就对了 了不了解 所以 就是要看官杀 被干掉的时候 被盒不见得 但是官杀被克 比较明确 好 那这时候 各位 你要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是因为我们并不是专家 我们只是从他八字去判断 所以我们不知道 判出来的刑期 是短的 还是长的 你要了解 所以 你在考虑的时候 你短 就是几个月 你也要考虑 或者用 长的 要用年来考虑 各位 这两个我们都要考虑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 这一些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所以 在批的时候 你要看 短的 就是用刘月来判断 何时脱困 何时被克 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何时 脱困 何时被克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各位 这一种情况 那他可能就是 关个几个月 就出来了 了不了解 关个几个月就出来 那假如 没有这一种情况 那可能要用年 那你就会知道 就是 可能他是要用年来计算的 假如像 像神话那一种的 那就是很多都是被判无期徒刑的 被判十几年以上的 了不了解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 官司的一个看法 你只要用这种 其实基本上大多数都可以 都可以 当然 很多都是什么 一遇到日主受克 全部都不行就进去了 很多都是遇到日主受克不行 就全部进去了 所以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官司上的一个看法 所以 就是 以官煞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所以 官煞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官煞是不好的 所以 所以把官煞干掉 或者我本身就日主受克 把日主受克 干掉 变成没有日主受克 这样脱困了 那自然 他就会变好 了不了解 自然 他就会变好 所以 这个就是 官煞 就是一般人来问你的时候 会问的 官司的问题 为什么赔钱人家不会问你 因为那已经是既定的 那个不会问你 但是被官有可能会提前出来 SKS你好 因为很有可能会提前出来 所以各位 那就不见得就是几年 像有一次 我一个客人 他因为护照被关 他是因为护照 所以他被关的原因是因为印刑 他不是关刑 那被判了一年 三个月 但是他的印刑回来的时候 他就被放出来了 那只有被关大概三个月而已 被关三个月 但是因为那一个是 那一个是 护照的关系 就是他在日本留学 结果护照过期 又在日本打工 被变成非法居留 然后又被抓到 那就被判了一年三个月 到最后 我知道这一件事 是因为护照引起的 他的印回复了 他就被放出来了 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那绝大多数都是官杀的问题 绝大多数都是官杀的问题 日主授克 他已经问你了 这时候 最 他最危险的时候就日主授克 结果他就是日主授克 被人家抓走了 躲也躲不了 真的 躲也躲不了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官杀的一个判断法